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上次提到了诸葛亮的初诗表 诸葛亮积极北伐中原并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滋滋以求的政治理想 首先吧,经过五年的内部大发展 蜀汉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度得到提高了 而且最不安定的南中地区终于也平定了 外部环境吧,也算不错 和孙权那边已经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既然内部外部的问题都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出兵的问题了 以前诸葛亮的计划是从荆州益州两路夹击 这一点在当年他隆中队的时候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日月如梭时光飞逝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现在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了 荆州已经不在蜀汉手里了 已经归到孙权那儿去了 这个两路出兵计划已经彻底泡汤了 那不能两路,一路也可以嘛 现在诸葛亮明白蜀汉的实力 他无心和孙权争夺荆州的 他很明白 这个时候只有蜀汉和东吴京城团结 一致对外 自己那一路出兵才有可能后方稳固的 算起来一个在西面进攻 一个在东面配合 有朝一日拿下卫国地盘 咱哥俩随便分分吧 至于分完以后要不要报仇 要不要再打一次 那就是后话了嘛 所以至少在现阶段 东吴和蜀汉应该是互利合作的 事实上孙权是个明白人 曹瑞继位以后 他就没有三心二意过 当年就出兵表示热烈祝贺 实在是非常够意思 当然了 北方的人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蜀 吴 两家 你农我农你好我好的玩过家家的 这样做他们是相当不高兴的 魏国有很多人在惦记诸葛亮这一位蜀汉的丞相 他们想搞统战工作 事实上当年刘备去世以后不久 魏国大臣就开始惦记孔明了 在他们眼里 魏国的老板都气死了 这个时候不正是右翔的好机会吗 而新任的当家人诸葛亮 当然是公关的重点嘛 于是魏国那些重臣 像是王朗啊 陈群啊等等 这些元老纷纷给诸葛亮写信 要他和刘善等人认清行事 及早回头 尽快投降 换取富贵啊 面对敌人无耻的政治攻势 诸葛亮非常生气 在二二三年的时候 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正义 您别误会啊 不是说正义事业的那个正义啊 正是正常的正 义呢是义论的那个义 不是义义的义啊 这篇文章就作为一个武器 把魏国人的脸打得啪啪直响啊 这篇文章不长 但是有理有据 酣畅淋漓 对敌人的投降建议 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这篇文章收录在 《蜀志诸葛亮集》当中 诸葛亮在文章当中 把曹魏比喻成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 说项羽当年不也是牛的不要不要的吧 声势大的很 可最后呢 在乌江边自问 身败名裂 你们曹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下场啊 我们蜀汉就不同了 你要知道 当年的光武帝 率领区区几千人 就在昆阳郊外 击败了几十万的敌人 这说明啥 这说明是邪不胜正 正义必胜吗 我们现在蜀汉军队 替天行道 讨伐有罪之人 我想问一下 天下有何人能与我们相辟敌呢 哇 这篇文章多得让人热血沸腾 真是每个毛孔都打开了 是啊 诸葛亮是什么人呢 怎么可能被你们轻易劝详吗 对不对 开玩笑 在这里特别要提一提的是王朗 三国演义当中 诸葛孔明北伐 一出奇山 曹瑞就派曹真 郭怀等人一起带兵 抵御诸葛亮 两军对阵的时候 诸葛亮专门点名 让王朗出来答话 然后将满腔的怒火化作头枪和匕首 将这老王朗骂得体无完肤 屁滚 屁滚尿流 无地自容啊 最后一句都打不上来 张口结舌的王朗实在是气不过啊 可怜兮兮的大喊一声 悲惨的撞死于马下 当然这一切您也明白了 都是小说家创作的虚构之言了 实际上王朗并没有和曹真一道出征 当然也无法和诸葛亮在镇前幸会了 更没机会享受诸葛亮滔滔不绝的语言艺术了 诸葛亮一出奇山 是公元228年春天 而王朗是这一年11月去世的 之所以王朗被倒霉地牵扯到这事里面来 一来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形象 二来他的根源是来自于正义这篇文章 因为正义这篇文章 磨斥的对象当中确实就有王朗嘛 至于时间和地点以及最后的结局对不上号 这已经不重要了 小说嘛是允许夸张的 但是看完之后觉得爽了 别把它当成正式那就行了 公元227年 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出征 来到汉中 驻扎在扬平关 曹瑞听说了这个消息 吃尽不小啊 哦呦 诸葛居然大局北伐了 要知道 魏国虽然是三国当中最强大的 但如果是同时对付东西两个敌人 那显然还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魏国一直以来采取的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策略 具体来说就是把军事重点放在东吴 对东吴一直采取的是进攻的态势 而对蜀汉呢 采取的是观望和守势 这些年以来 魏国上上下下一直认为 蜀汉没啥国力的 宜邻大战之后 实力已经弱得不成样子了 就算折腾 也不可能搞出多大动静嘛 所以实在是不必担心嘛 只是你不担心的地方 现在偏偏出来闹动静了 你说 魏国上上下下 能不甚感惊讶吗 对待这个不安分的诸葛亮 该如何处置比较好呢 曹瑞听说诸葛亮已经到来了 震惊之余 很快就稳定情绪了 他打算 在对方发动进攻之前 自己先发制人 他心里琢磨着 这回总可以出战了吧 上一次东吴的捧起事件 那还算得上是 东吴的内政 我们不好轻易干涉 硬要过去插手 好像理由不怎么充分 但现在不一样咯 不管大家伙信不信 反正真的是诸葛亮先动的手 他带着蜀国侵略军 要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咱要是还不闻不问 继续围观 那不是脑子进水了 地球人都会骂 咱们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动物了 所以必须全面总动员 大家行动起来 在敌人没有行动之前 抢在时间的前面 主动出击 向诸葛发动进攻 狠狠打击侵略者 可是 又有人出来反对了 依然是那一位散迹尝士孙姿 他又出来表达自己反对的意见 直接了当地说 以前 咱们的五皇帝 西去争讨张鲁 在杨平关那儿 差点吃不开 误打误撞 才侥幸成功啊 后来 他老人家 又亲自带领部队 把夏侯渊的残部给救出来 五皇帝 真的是最了解那边的地貌的了 他就曾经说过 那简直就如同地狱啊 要知道 五皇帝他老人家 用兵如神 对吴蜀两家 还是忍了又忍 并不是他们两家怎么厉害 而是因为 数国的部队 都布置在重山峻岭之间 而吴国的士兵 都在江河大湖之上 咱们暂时没有实力 一口吞掉 一时还赶不过 他们两个联手 这才是我们暂时 不和他们玩的原因呢 如果现在反过来 我们主动进兵 讨伐诸葛亮 不但道路艰险 而且还要集中全部精兵 转运军用物资 还得防范东南的吴国进攻 这需要多大的力量啊 恐怕全国总动员 都捉襟剑肘 不够应付啊 所以陛下 于以为 咱们还是采取防守态势吧 以咱们现有的力量 只要派个大将 守住险要 就足以挡住 诸葛亮了 如此处置 咱们就只是牢牢的守 不管敌人如何进攻 咱就是不理 在那儿让他们自己把自己 搞得疲惫不堪 没几年 他们就会彻底疲软了 而与此同时 我们休养生息 老百姓不受苦 士兵又得到训练 几年后 力量雄厚了 就可以一口把它给吃掉 一举搞定啊 曹瑞确实是一个很睿智的人 虽然年纪轻 但是想问题是很通透 而且很愿意听别人的意见的 这个孙姿讲的 对不对呢 太对了嘛 当年袁绍要南下进攻曹操 打关渡之战的时候 他手下的谋士 不也曾经提过这样的建议吗 对 你的势力是比别人强 但是 如果没有强大到 可以一口吃掉对方的话 那还不如让对方折腾去 自己休养生息 苦练内功 这样才有机会 在最后的决战当中 一举搞定嘛 好了 当年的袁绍不听意见 觉得自己牛得没边没际的 偏偏要南下 结果被曹操给干掉了 而今时今日 曹操的后代曹瑞 很乐意听这样的建议 所以他摆出的姿势就是 我一个大人 跟你个小屁孩玩什么玩啊 你来找我打架 我就得应对啊 得得得得 哪凉快哪待着去 我就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坐着 我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攻进来吧 所以之后 曹卫和蜀国的对抗当中 一直采取的就是首饰 牢牢地把着险要地带 很少主动进攻的 到了最后 结果正如孙姿所言 真的把蜀国给拖死了 孙姿的这个防守的战略 后来被很多人选择性的失明 被忽略掉了 但实际上 这个策略对卫国影响力 是非常巨大的 好了 这样一来 不管诸葛亮如何立兵摸马 咄咄逼人 天天喊着 兴富汉士 还于旧都 曹瑞就一个态度 傻子才理你呢 你那定点实力 能折腾出什么大麻烦呢 我还不如省点时间精力 还口气 进行内部政治改革呢 现在 最重要的敌人是孙权好不好 和我们家就隔一条长江 哪天阳光灿烂了 心情好了 就可以开着大船杀过来 你要是追他 他又跳上大船 乘风破浪开溜了 真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了 所以啊 诸葛亮 你就别在阳平关那找存在感了 我们曹家的心思 可都放在孙权那儿呢 他才是我们日夜牵挂的人呢 曹睿任命司马懿 为都督经御两州驻军士 在晚城办公 全面负责队伍作战 晚城在今时今日 河南南阳 那里有个晚城区 至今还留有残存的城门 护城河和城河桥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找个时间去看一看 好吧 我们只能说 到了这个时候 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一对冤家 缘分还是没到啊 诸葛亮无奈地在阳平关驻扎下来了 而司马懿却在另外一端 等着对付东吴呢 这两位激情的火花 啥时候才能正式碰撞上演呢 好吧 就让我们这些后人呢 姑且先遗憾一下 因为在这段时间呢 又出事了 东吴和曹魏都发生了一个事件 影响力非常大 好 我们就先说东吴的 东吴出的事是韩宗事件 韩宗是个人 是东吴那个韩当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韩当此贤 是东吴的大牛人 可是再牛牛不过岁月啊 到这个时候 他已经去世了 所以他的儿子韩宗 就是宗和的那个宗啊 是个典型的官二代 他和他老爸 完全是两种做人形式的模式 都不知道是不是DNA 在某个时刻突然扭曲了 或者说韩当在某个时刻姿势不对 反正呢 这个韩宗啊 跟他老爸就是两种人 平时吧 仗着老爸的势头 到处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 做完以后就跟人家说 怎么的 你不服啊 不服 我告你 我爸是韩当 我看你服不服 你还别说 这句话还真管用 别人听说 他是韩当的儿子 也真拿他没办法 可这一切 等他爸韩当一去世 就改变了 保护伞一倒 这个韩宗就害怕起来了 哎呦喂 以前得罪人太多了 现在老头子已经死了 没人照着自己了 哎呀 想起那些报复来 我就 我就 我就腿肚子打斗啊 那得得得 那那那我赶紧开溜吧 东吴这地盘我待不下去了 于是这位官二代 软蛋公子 居然带上自己的家属和布曲 一咬牙一跺脚 跑到魏国这边投降了事了 就不知道 这个顽固子弟 跑到魏国那儿 还敢不敢说 我爸是韩当啊 真要这么说 估计他的老爸 会给气得活过来的 一开始吧 这个韩宗滚蛋了 对东吴来说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否则天天一个官二代 嘴边挂着我爸是谁是谁 作威作福的 大家都受不了啊 真不好处理啊 现在他叛国投敌了 偷渡长江 拿了魏国的绿卡了 东吴人当然松了一口气了 只是大家伙都没想到 这个叛逃的家伙 后来给人当狗腿子 当得上瘾了 带上兵马 在边境上欺压百姓 滥杀无辜 着实不给自己祖国面子 这一点让孙权恨得咬牙切齿啊 这些是后话 我们以后再说 韩宗这个官二代 跑到魏国 曹瑞也是很爽的 为啥 因为这说明 我们曹魏的自由世界 是很有吸引力的吧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著名将领的官二代 都跑过来了 至少我们在宣传舆论公式上 可以大喊大叫几下了嘛 这一点 对于政治宣传工作来说 是难得的抓手嘛 这么看起来 这个韩宗一跑 对于韩宗本人 对于东吴 对于魏国来说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好像都是赢家嘛 结大欢喜 没啥不好的 可是另外一起 发生在曹魏内部的投降事件 就没那么简单了 动静闹得相当大 而且对于有关的几方当事人来说 基本就没有赢家 因为这个投降的人 名字叫孟达 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谢涛听世界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